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副主席 全國委員會委員余懷松 昨晚在Twitter那裡寫了一條貼文 她說林鄭很快便會遭到英國方面 利用馬格尼茨基修正案進行制裁 當然這個消息是否屬實 仍然是有待英國方面的驗證 但是她在美國政界來說 多少都是具有份量的人物 所以她的說法也是值得探究和討論 我不同意外國政客開口埋口 說要制裁這個制裁那個 因為這樣就傷喊不好口 有傷和氣 余懷松這條貼文 其實變相就是把制裁決定交到英國手上 因為她現在說英國會利用馬格尼茨基的修正案去制裁林鄭 不是美國制裁 我相信這可能是跟林鄭的直系親屬 即是她老公和兩個兒子 持有英國公民的國籍有關 如果不是 為什麼美國不制裁 就會變成英國制裁 而且還要由一個美國政客來講 與其長期被外國拿這個 直系親屬的英國國籍去說事 不如索性先下手為強好過 即是怎樣做好呢 正如陳志穎大師 在她商臺節目 在情郎爹天出發裡面提及過 就說行政長官做得國安委主席 要向國家負責 有什麼理由她的直系親屬 是屬於第二個國家的國籍呢 我又覺得頗有道理 與其經常被人在口說 不如你自己率先是新鮮事卒 以身作則 索性就放棄了英國公民護照 反正在你的腦海當中 這本東西只不過是一本旅遊證件 現在特區護照這麼方便 有用的東西一本就夠了 不需要多的 而且余懷松說明英國說要用 馬格尼茨基修正案對付你 那麼這個修正案到底是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連家人都會龐級 當然我就不同意搞這些什麼制裁 但是根據她的法案 事實上是有這樣的權限 所以呢 與其是讓她這樣租質 或者是拿來威脅 不如放棄了她 一了百了 就不用讓她好像拖著尾巴 對於你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又可以向中央表達忠誠 因為大陸是最忌忌裸官的 而你欺欺就是一個裸官 而且你當初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曾經接受過很多媒體訪問 其中有些訪問你就有提及過 為什麼你會放棄英國國籍呢 就是因為要擔任文責官員 換言之 你的放棄英國國籍 其實是被動式 只是被迫 不是主動放棄 若然你不擔任這個問責官員 分分鐘到現在還是拿著BC 而且在另一個訪問當中 你又曾經提及過 說本來有兩次機會 你就打算在卸任以後 從你老公去英國那時候是退休的 但是一次就要擔任這個政務司司長 另一次就是17年的時候 要競逐這個行政長官 故此就是沒有辦法成行 喂 但是現在你做了行政長官 就應該是要實踐愛國愛港的理念才行 因為愛國就要用行動來體現出來 整天用把口說說說說 來有鬼用嗎 故此我也認為 如果行政長官的席系親屬 是可以主動放棄外國國籍的話 對於民族尊嚴和民族士氣來說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提振作用 而且不僅如此 我還建議應該修改本地的法例和規則 有兩方面要做 第一 就是所有的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 不僅是他本人要放棄外國國籍 而且他的席系親屬 都必須要放棄一份 以示忠誠 否則的話 有時候就算下國慶也好 或者是回歸紀念日也好 大家唱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時候 這班手持著外國護照的人士 豈不是很尷尬 又比如說 某個問責官員 他是專門要負責推廣外國教育和國安教育 向小蚊子傳達外國的信息 沒有問題 現在全港都要愛國 問題就是 若然這個問責官員 他的子女和配偶 都擁有外國國籍的時候 變得完全沒有說服力了 做起事上來的時候 就是試配功半 會被人質疑 當然 沒有人可以全盤去否定 這班手持外國護照的高級官員 只是親屬他們愛中國的心 但這裏就有一個邏輯上的矛盾 若然他是愛中國的話 他就應該放棄外國護照 否則的話 他就變成了對不起那個外國 他就變成好像背叛了那個外國 因為愛國就不能藏有異心 故此愛國就只能選定一個國家 來對他愛 若然手持著外國護照 但又嘴裡喊著愛中國的口號 這班人簡直就是其身不淨 他的忠誠度高極都會有限 故此如果修改了這個法例 將所有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 的直系親屬都要主動放棄外國國籍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裸冠的出現 而且也阻止 這個所謂吃兩家茶禮的現象 是很廣泛的存在 第二個建議就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公務員的海外教育津貼 應該由英國改為指定的一帶一路國家 因為這個一來就是符合國策 因為中國就要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繼續去資助高級公務員的子女 在英國就讀的時候 等同於用香港的公帑去資助英國的經濟發展 這樣就不是說得過去 當然 來到今時今日 已經2020年 還有多少高級公務員 是可以享用到這個海外教育津貼呢 實情是不多的 因為自從1996年8月之後 所有新入職的公務員 就沒有辦法再享有這個所謂海外教育津貼 但是就算是沒有也好 也都需要作出一定的修改 因為仍然是有人有資格 是可以申請這個津貼的 若然是改為一帶一路國家升學的話 是一件好事 比如說去哈薩克 吉爾吉斯 塔吉克 或者是烏茲別克等等 這些中亞國家 其實文化水平都相當高 另外有班人 他們就不是享用這個海外教育津貼 就是享用本地教育津貼 多數這班人的子女就是就讀國際學校 實情如果是用香港的公帑 去補貼這些國際學校的機構 辦學機構的話 又不是說得通的 因為這些國際學校 往往就標榜用所謂英語教學 就用那些英式的教學 喂 這件事就有為所謂九加二大灣區的發展 因為現在發展的大方向就是要講求融合 就不是講求各自再標期立議 另外我翻查了立法會的文件 原來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蔣麗雲 在今年的五月曾經提出過 要檢討公務員的附帶福利 他就說96年8月1日以後 獲法聘書的公務員 就再無法享受到海外教育津貼 現在時而世逆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就說 為了增加公務員子女對國情的了解 以及國民身份的認同 吸引愛國愛港的人才服務香港 他認為應該適當地 將海外教育津貼的就讀地區增加到中國內地 此外 也將這個安排適用在96年8月1日 或者以後 獲法聘書的公務員子女 這個建議做得非常好 去大陸讀書 去大灣區讀書 當然我不會反對 而且全力贊成 我更加提議 是要將英國剔除在海外教育津貼的受惠範圍之內 是嗎? 無謂益距 好了 我們又再講講另一件事 昨天 中國外交部 就將四名美國官員和議員 列入了制裁名單 到底這群人有甚麼回應呢? 其中一名被點名制裁的共和黨參議員 克魯茲特克魯斯說 真是掃興了 原本還打算去完德克蘭旅遊之後 帶了家人去北京放暑假 中國真的嚇壞了 所以大發脾氣 這位參議員 他以一種調刊和諷刺的形式 來回應中國的制裁 而且還將伊朗和中國並列 德克蘭是伊朗的首都 這樣的話 換言之 中國對他的制裁似乎沒有甚麼震懾效力 看來要加強措施才行 比如說禁止他使用和兌換人民幣 禁止他使用以人民幣結算的銀行服務 以及禁止他乘搭中資航空公司開出的航班 否則他們似乎好像不知害怕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